本期话题 难得激流勇退 我在盘点去年一年 2018年的一些新闻 发现有一条新闻 到现在依然有不少人在议论 那就是阿里巴巴的马云 宣布退休的消息 为什么引起这么大反响 这马云呢 素数并不大 而且阿里的事业又在巅峰的时候 一般在这个时候 掌门人是不愿意激流勇退下来 而且马云呢 甭管他是真退休还是假退休 还是垂帘听政当太阳皇 至少他宣布退休之后呢 他也确实啊 在几个长袖善武的舞台上啊 隐身 那么我们说这个激流勇退啊 对于马云来说 他需要很大的勇气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啊 激流勇退啊 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咱们讲的历史 你就能明白 马云此举啊 应该说是很有勇气 也是痛下决心的结果 你看史记里边 就记述了一位激流勇退 比较成功的人 就是岳王勾建的谋臣范李 岳王勾建被吴王夫差打败之后呢 为了保命啊 在吴国当仁治 放流牧阳 伺候吴王整三年 这三年的范李 一直跟随着岳王勾建 吴王让他留在吴国当官 他都不干 对岳王呢 是非常衷心 回到岳国之后呢 岳王卧心长胆 准备复仇 范李就在其左右啊 运筹谋放 长达二十余年 终于辅佐岳王 报仇血恨 成就霸业 可以说岳王勾建的成功呢 范李是头号功臣 立了大功 可是成功之后呢 范李却悄悄离开了岳国 从此改名唤姓 范李为什么在人生的巅峰 能够积累勇退呢 他在到达齐国之后啊 给他的好朋友 同时岳王谋臣的文种 写去一封信 信里边说了一些很有名的话 咱们今天总有人提 说这个飞鸟进梁工藏 狡兔死走狗棚 岳王为人 长径鸟会 可与共患难 不可与共乐 子和不去 说这个飞鸟射近了 弓箭就会被藏起来 不用 兔子给打死了 猎狗就会被主人呢 杀掉吃肉 岳王勾建这人 脖子长嘴尖 像鸟嘴一样 这样的人 你只能跟他共患难 不能跟他共享乐 我建议你啊 还是学我 撤吧 那么七十范李呢 并不是凭面相 就断定一个人 这是他对人性看的通透 当年呢 他就利用了人性的这个弱点 借道杀人 让吴王呢 杀死了蒙臣吴子虚 就是范李在自己的 所作所为身上 早就悟出了这个道理 这吴子虚呢 当初对吴王夫差有大恩 吴王夫差的父亲 当王的时候呢 吴子虚就辅佐老吴王和驴 朱公子争储君之位的时候 夫差几次险些被非 都是吴子虚以死相争 才保夫差当了吴王 但是呢 夫差上位了 也把越国打败了 就觉得吴子虚没什么用了 这就是鸟进工藏 吐死狗棚 范李就利用这一点 利用这个吴王夫差这个心理 他买通了吴国的太宰薄匹 让他离间两人 最后还很成功的 把吴子虚给消灭了 有一回呢吴子虚劝谏 让吴王啊 展示不要攻打齐国 先灭了越国 认为越国是身边的心腹大患 薄匹呢 就跟吴王夫差进禅言 说这是吴子虚的阴谋 他是倚仗齐国以自重 将来要反吴 这吴王夫差呢 早就反吴子虚了 一听这话说 这还了得 就派人送一把宝剑给吴子虚 命令他自杀 吴子虚死前就说呀 你看看 等我死后啊 你们把我眼睛挖出来 止于东门之上 我要看着吴国灭亡 看着越王的军队打进来 吴王听说之后 大弄 下令把吴子虚的尸体啊 装在吃衣紫皮里 什么是吃衣紫皮呢 就当时用牛皮做的 喝酒的酒气 把吴子虚尸体装到这里头 然后呢 扔到这个江里边 这等于是范李啊 间接害死了吴子虚 当然范李对吴子虚这个人 他很敬重 但没办法 两人各为其主 不得一而为之 所以范李离开越国之后呢 隐退之后 给自己改的第一个名字 就叫吃衣紫皮 一个是给吴子虚赔罪 第二个是用吴子虚的下场 给自己提个醒 可笑的是呢 最近这几年呢 范李的故乡 浙江某地方啊 特意生产一种这个酒 名字就叫吃衣紫皮 说是为纪念范李 我听之后我是哈哈大笑 为啥 你纪念什么 纪念范李自己的后悔跟愧疚吗 就这明显是不懂历史造成的 那么范李的预判对吗 太对了 这个 狡兔死走狗棚 飞鸟进梁工藏啊 他这个想法 他告诉文总之后呢 文总虽然相信了 但他没走 只不过呢 假装成病 从此不上朝 他以为这样就能躲得了灾祸 结果不久就有人 跟这个岳王构建进禅言 说文总要造反 于是岳王刺一把剑给文总 说 说你教了我七条法武的计策 我用了三条去打败岳国 剩下那四条啊 你替我去先王那 告诉先王 那意思 你太聪明了 你比我还聪明 你活着我没安全感 你还是到阴间辅佐先王去 文总没办法 只能自杀 有人说这文总太傻了 那吴子虚活力子在那摆着呢 他怎么就那么贪婪呢 就舍不开这名利 我跟各位说 纵观历史 像文总这么做的 那是大多数 李白这个 有一首《行路男》 在里边他这么写的 叫五官自古贤达人 功成不退 皆隐身 子虚记起吴江上 屈原中头香水滨 陆及雄才 起自饱 李斯睡假苦不早 最后李白写 且乐人生一杯酒 喝去身后千代名 他说吴子虚 屈原陆及李斯 都是贤达之人 他们不懂历史吗 他们怎么就没学到 前者之见 其实历史往往就是这样 读识使人明智不假 但我们有时候 道理是明白的 想做到去哪 最简单例子 咱每人上学的时候 老师跟父母都会说 你得好好学习啊 现在你多努力 以后就少造罪 可有几个人 能真正照做呢 咱不明白这道理吗 太明白了 但有时候你看 打游戏就比看书有意思 打篮球就是比贝克文过瘾 包括现在我们有人说 戒烟呐 你这个会收获健康 那收获健康 不知道多少年的事 可是眼下不抽烟 翻乎一只烟 快似活神仙 所以有人就戒不了 这高兴的事 立竿见影 你像学习戒烟 这些好处 可能得过些年 才能看到成效 激流勇退也是这样 就你这激流勇退之后 你怎么办 你说万一这个国家 万一皇上还需要我呢 万一我退了之后 境遇到现在差多了呢 再一个很多人解决不了 我都忙了大半辈子 我一旦退下 我干什么去 所以这个激流勇退 很多人明白这道理 他做不到 他并不完全是贪恋权位 那有人说 这越王也够狠毒的了啊 帮你打江山功臣 你都傻 你是人性牛曲 道德沦丧 范里走了 文种杀了 以后谁还敢在你身边 辅助你 其实还真不是这样 越王怕不怕呢 他怕这种情况 但是他更怕 这些个谋士 哪天被别人收买了 帮助别的王国 灭了越国 所以越王的担心呢 并不多余 范里呢 退了之后 离开越国 到了齐国 肯荒耕作 经营商业 几年就积累了巨额家财 范里呢 也被称为财人爷 他改了一名叫陶主公 现在一提谁是陶主公 那就是大富翁 范里当时仗义输财 名声很快传开了 得到齐王赏识 把他请过去做相国 如果范里想要 好好当相国 那势必有一天 他得跟自己的祖国 越国刀兵相见 那不是范里想要的 于是他再次三尽家财 积累永退 远走他乡 另外呢 皇上也害怕 这些有识之识 缺而带着 宋太祖赵狂应 就是后州的臣子 结果臣桥兵变 黄袍家臣 所以他一上台 就搞个悲酒士兵权 朱元璋得了江山以后 也是把功臣杀干干净净 因为他没法判断 这些功臣呢 将来会不会有反义 所以他没法判断 就都杀干净 你辨别成本太高呢 我索性就一劳永逸 而这些功臣里边呢 朱元璋守队 最后就汤和活下来 这汤和保命绝招 也是积累永退 汤和也不争功 打下江山之后 朱元璋封汤和威侯 而跟他战功相当呢 都封了功 咱们都说功侯博子男嘛 功比侯大一级 汤和也不争 也不发怨言 还审视夺视 激流永退 到朱元璋晚年的时候呢 他先开口啊 请求告老欢乡 朱元璋挺高兴 解除汤和兵权 还给他修了老家的宅子 回乡之后 这汤和也很自律 整天我就喝酒下 起悠山湾水 我根本不结交官员跟乡绅 也不网易朝政 而且每年呢 都会上京朝见朱元璋 一直到老的站不起来 见朱元璋都不能说话了 就直磕头 朱元璋看这个情形 泪流不已啊 厚赠黄金 作为他的丧赞费 汤和如此这般 才得以受众正寻 但其实呢 历代帝王啊 都不太喜欢积累永退的人 他们更喜欢忠心耿耿的 我让你生就生 让你死就死 我还想用你呢 你先跑能行吗 怎么得使唤不动你了 你对我不忠心了 这种事 唐朝这么一件事 唐朝的第一位宰相 裴继 跟唐高祖李渊呢 感情非常好 帮助李渊起病反随 对李渊帮助很大 李渊呢 还要把自己的儿子 赵王李渊景 让他和裴继的女儿啊 结了婚 两人还当了亲戚 但是选我们政变之后呢 裴继就有点 不想卷入 日趋激烈的权力争斗 就向唐高祖李渊 请求高老欢乡 继续永退 可李渊不同意 极力挽留 还哭 说你可不能走啊 你得留下来陪我呀 等我当太太皇 咱俩一块养老 逍遥自在 不亦乐乎 裴继没招留下来 等到李世民 就唐太宗登基之后 一度很看重裴继 各种啊 赏赐加封 但是裴继呢 始终刻刻起起 保持距离 李世民一看 说这是不想为我所用啊 结果呢 后来有一点事呢 跟裴继呢 就牵连上来 当然裴继人也没谋反 就别人的事 李世民呢 为这点小事 免去裴继的官职 削了他一半的封闭 让他回家 裴继从此更加谨慎小心 有一回呢 有一个狂人 对裴继加奴说 说你家主子 有这天分 是当皇帝的命 裴继听了这话 吓坏了 都不敢上报 还杀人灭口 事情败露了 李世民把他流放到靖州 一直到靖州出现叛乱 裴继率加冬 平息叛乱 唐太宗才让他还朝 可惜在回京路上 裴继就病死了 所以你看呢 历史上这激流勇退啊 不那么容易啊 真不是说贪恋权威 四个字那么简单 当然那现代人就好多了 你看苏联解体之后呢 首任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我记得在1999年12月31号 中午12点 发表电视讲话 说我提前辞去总统职务 并且任命普京为代总统 哎 叶利钦提前辞职呢 是总统大选提前了三个月 而对于处于最佳竞选期的普京来说 是最大的政治支持 那你看作为回报 普京当天就签署第一号令 说叶利钦及其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会永久得到国家保护 你看 叶利钦激利勇退保全自己同时 也给阶梯者铺好了道 所以现代人这激流勇退呢 相对来说 可能选项比古代啊 要更多一些 更容易一些 但不管怎么说呢 咱古书上说那个 还是人生的智力 知足常足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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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